自从去年底开始,有关注股票市场的朋友都会发现 整个市场的风向好像都转变了 来到今年年初,美联储宣布即将要升息 很多估值比较高的企业也迎来了调整期 再来到这几个星期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很多股票只要攒一半 就连大家都认为比较稳定的ETF也回调了不少 当然,股市不是涨就是跌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理论 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可以捕捉到几次的金融危机 也是我们翻盘最好的时机 我相信如果你是这两年才开始投资美股的朋友 多半现在的账面都是属于亏损的 那站在这个市场的十字路口 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呢 A.陆续卖掉一些股票,保持比较高的先进比例 B.按兵补动,继续工作,出去子弹 C.部署买进一些基本面良好的公司 今天这支视频我将会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 股市腰斩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以及最后也会分享我自己做了什么部署 或少做了什么事情 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对全局有更好的上握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让思维自负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人质上升级 有关注股市的朋友一定听过 如果美联储要降息 那就是要鼓励大家把钱拿来投资 如果美联储要升息 就是银行准备收散了 这样说也没有错 但是很少人理解它背后的逻辑 如果我们要理解美联储升息 关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要理解两件事 第一 P1市盈率 这个我们之前也解释过 第二 利率和股市有什么这些关系 我简单解释多一次市盈率是什么 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你在你家里附近开一家奶茶店 一年能够净赚100万 这时候我走过来问你 既然你这家奶茶店这么好生意 一年能够做100万的利润 要不我用100万跟你买过来吧 这时候你会说 这个人都傻的 我一年能够赚回来的钱 我为什么要卖你 那我再出一个价钱 用两年的盈利来购买 就是200万吧 你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太便宜了 那如果我在出价 用5年的利润来跟你购买呢 这时你或许会考虑了 而这个5年的利润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成 5倍的市盈率 就是P5 所以股票二级市场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来衡量的 一家企业的净利润是多少 市盈利PE是多少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来探讨第二个问题 每年处升息 为什么会导致股价下跌 主要影响在两个层面 高贷款企业 以及高估值企业 高贷款比较容易理解 贷款利率的提升 就会直接导致 企业的资本成本 capital cost提高 成本提高了 利润就会下滑 这就会直接导致 企业的股价下滑 那么对于高估值企业呢 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方程 是给大家来解释 如果今年的利率是1% 那利率的PE 市盈率就是100倍 如果利率是2% 那利率的PE就是50倍 那如果利率是3% 那PE就是33.3倍 不要小看 只是1%的利率上升 实际影响却是PE 减了很多 那就可以解释 为何在利率提高的前期 估值杀的会比较严重了 如果还是比较模糊 我用曾经的特斯拉 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一年多前 特斯拉的市盈率 竟然高达1000多倍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投资特斯拉 大概要1000年之后 才会回本 当然啦 随着特斯拉的成长利率的提高 市盈率也就不会这么高 但是除了未来的高成长前景 到底还有什么原因让投资者 直接给出这么高的估值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有可能是低利率的大环境 低利率改变了人们的风险偏好 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如果你有关注美国经济的情况 可能会发现 疫情爆发开始的那一年 美联储多次下调了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这个利率相等于是 各类利率的基准线 当它下调的时候 其他类型的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那上面说了 低利率它作为一种经济刺激手段 带来的一个效果是 人们更加愿意投资了 因为资金成本更加低了 但是与此同时 人们对于投资的预期也发生了改变 这个思路投射到股市上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一个改变就是 低利率让人们对于回报的预期降低了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很好的解释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1978年的时候 很多投行就开始投资高收益的债券 那什么叫高收益呢 当时候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以及十年期的美国国库 票据收益率是9%左右 这个收益率被称为 无风险收益率 就是说只要你投资一笔钱 基本上包赚9% 这就形成了所有人 对投资回报的基本预期 别人会想要投资年回报率低于9%的资产 在这种情况底下 当时一个债券要想成为所谓的高收益债券 收益率就必须达到12%以上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吸引人们的投资兴趣 但是时间来到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前一段时间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了 这么一说你就不再需要12%的收益率 来把自己称之为高收益债券 现在只要一个5% 6%的收益率债券 就可以让投资者认为捡到宝了 通过这个例子 想要说明一件事情 在当前这个低利率的时代 人们对于收益的基本预期已经大幅降低了 一个投资资产并不需要这么高的收益率 就可以让资本涌进来 这个思路如果投射到股市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就是股市上的资产 即便看起来并不便宜 也会有人愿意买 而这就会直接拉高这些资产的估值 这是低利率给人们投资心态所带来的一个改变 降低了对回报的预期 不仅如此 低利率还改变了人们对于风险的忍耐程度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投资原则 低风险 低回报 高风险 高回报 那么由于整个市场的预期收益率都下降了 那些执着于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 他们就不得不停而走险去投资那些风险更高的投资产品 比如说过去我投资的高收益债券 就可以获得5%的回报 但是现在高收益的债券预期回报只有2%到3% 只有投股市才可以获得5%的回报 如果我一定要坚持5%的回报呢 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的投资策略 去投资风险更高的股市了 那什么样的投资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美国的机构投资人比如说大学投资基金 养老基金其实都有相对固定的投资收益目标 在大约7%左右 传统的投资组合已经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目标了 所以到现在啊 这些基金要嘛去投风险更高的项目 比如创业公司 新兴科技公司 要嘛就得承受收益降低的后果 所以大家有了这样的逻辑就不难明白 当美联储准备把利率提高之后 投资者就会从那些所谓的高风险 高回报 高估值的股票当中测出资金 当这些大鱼都陆续离场 就会直接导致股价的下滑 那么除了利率的调整 还有什么因素在影响这股市的不确定性呢 答案是恶行通膨 在过去两年 相信大家都会明显感觉到 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我们手头上的钱也好像越来越不值钱 从一开始的中美贸易战 到后来疫情导致多个国家实行封锁政策 再到最近的俄罗斯乌克兰危机 都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 通货膨胀是每一年都在发生的正常事情 只是最近几年从通膨走到了高通膨 甚至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膨 所以导致对资本会更加谨慎 先谈谈通货膨胀对股市的影响到底是利多还是低空呢 我们来看一项数据 根据美国在1928年到2019年时间 股市回报统计数据显示 当通货膨胀低于30% S&P500指数每年的平均回报率为15.6% 但是当通货膨胀高于30% S&P500指数每年的平均回报率只有6.3% 因此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低通膨对股市是利多 但是高通膨对股市是利空 为什么高通膨对股市是利空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 企业在高通膨期间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首先原物料快速的涨价 企业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 卖出时候所收回的贷款 还不够去买新的原材料 此外在高通膨的环境底下 贷款利率一般都比较高 企业想要融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现金流更容易出现问题 最后高通膨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安 也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 在1968年到1978年期间 美国也因为越战问题和石油危机 每年平均通膨高达两位数 在这期间 S&P500指数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真实报酬 超过-20% 可见高通膨对股市的杀伤力是很严重的 那以上提到的几个例子 虽然都是高通膨 但是还没有达到恶性通膨的程度 因为恶性通膨过去极少数发生在股市健全的国家 因此先进国家只有高通膨影响股市 但是比较少发生恶性通膨影响股市的例子 坦白说我在过去两年所买进的一些企业股票 已经是低于我的入场价了 甚至有一两只股票从最高点计算跌幅 已经超过-50% 说实在我的心里也是会有点慌 心慌是正常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做了什么反应 在12月份的时候股市已经有所回调 我的盈利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所以我把一些盈利还不错的股票套现 保持整体大约50%的现金比例 因为我知道如果美联储真的把利率给提高了 我这些股票的盈利反而会变成亏损 只是我们后来都没有办法预测到 发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 一些原本还认为比较安全的股票 也开始出现了paper loss 当然我比较心安的是 我现在的现金比例还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我还是会陆续部署一些基本面良好的股票 然后买进的时候 最少也会分5-6p进场 我在使用的一个分析软件 叫做TradingView 这个不是业配啊 而且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个人觉得是还不错的 可以研究看看 另外说实话 我自己也做少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用黄金来对冲股市 所以这一期我也是在做自我反省的一起 部署对冲是很关键的一步 二级市场是一个可以让人倾家荡场 也可以让人实现财富积累的地方 它就像是在古代我们在电影中 所看到的珠宝古董商人 最关键的技术之一 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一堆破铜烂铁之中 找到价值连成的股东 那鉴赏能力就是如今分析股票的能力了 我们能不能够在乱世当中寻找被低估的股票 一旦市场好转回到正常水平 我们所找到的破铜烂铁在抹去灰尘和无垢之后 就会是价值连成的股东 喜欢这期视频 我能够透过宏观正在改变的事实 让大家更加容易看清楚 现在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当我们有了全局观之后 更容易明白事情发生的逻辑 才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希望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财商节目 建议可以订阅我们思维之福的频道 我们频道平时都在分析一些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视频 那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我们讨论的课题 都可以放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用心再看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生活的路上 有我们一路相伴 也欢迎你把今天的节目 转发给身边最好的三个伙伴 一起度出进步 让社会致富每个星期 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